我想知道系列6 伊利亞為什麼躲藏 伊利亞為什麼躲藏 道聲出版社出版 伊利亞跑了又跑 他要找地方藏起來 邪惡的王后耶喜別 正到處派人追殺他 伊利亞找到一個 耶喜別找不到的洞穴 他又累又餓 又難過又失望 伊利亞以為上帝再也不愛他了 但是伊利亞是上帝的先知 上帝當然很愛他 上帝要他起來 並站在洞口 伊利亞看到大風吹起 但是他並沒有看到上帝 接著伊利亞又看到大地震 但是他還是沒有看到上帝 然後伊利亞看到了火 但還是沒有看見上帝 最後伊利亞聽到上帝微小的聲音 他非常仔細的聆聽 伊利亞你為什麼躲在洞裡 伊利亞哭著說 耶喜別往後要殺我 然後伊利亞哭著對上帝抱怨說 我是你的先知 但是你好像一點都不關心我 我是唯一留下來還相信你的人 上帝回答說 你並不是唯一留下的人 另外還有七千個你不知道的人 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要交給你 伊利亞 耶喜別往後不能阻止你 起來吧 伊利亞相信上帝 就照著上帝的吩咐去行 伊利亞再也不需要躲起來了 你有沒有可以仔細聽上帝對你說話的時刻呢 也許是上床前 在你坐完睡前禱告後 也許是在教堂裡 也許是你被擁抱 感覺被愛時 上帝能在任何時刻對你說話 給你好的想法與主意 但上帝通常只在你安靜等候他時 對你說話 就像故事中的伊利亞一樣 我們每天都要有一個與上帝在一起的安靜時刻 伊利亞 你在這裡做什麼 聖經獵王記上十九章十節 對 對不對 感谢观看